我前几个视频中说到啊 说东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冷的缘故 导致人口外流 这不就有几个学识渊博的大哥站出来说了啊 那欧洲的纬度和你黑龙江差不多 尤其是人家北欧 那都进北极圈了 不比你东北冷 那为啥人家是全球最发达的一区呢 来吧 这还得把中学的地理课本拿出来啊 这黑龙江啊 属于寒温带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全省呢 从南到北依温度指标 可以分为中温带和寒温带 气候的主要特征呢 是春季低温干燥 夏季温热多雨 秋季易烙早霜 冬季寒冷漫长 这黑龙江啊 在明显的季风性特征下呀 夏季啊 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 降水量充沛 那是要多热有多热 冬季呢 在干冷的西北风控制下 这干燥少雨 那要多冷有多冷 西北风管购啊 吃的要多饱那是有多饱啊 你听听 春季低温干旱 夏季温热多雨 秋季易烙早霜 冬季寒冷漫长 这说白了 就是这黑龙江啊 我们压根没有春季和秋季 不这也别说没有啊 有幸 一年能看到过几天 吹灭不寒 杨柳风的日 毕竟我们也是号称 四季分明的 来再说说欧洲啊 这众所周知啊 欧洲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州 平均海拔呀 才三百多面啊 而且呢 大部分是以平原为主 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山渠啊 总共才不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 那这样的地形条件 它有利于海洋气流深入内地啊 所以啊 这欧洲大部分啊 为温带海洋性气候啊 当然也有令人神往的地中海气候 和哈尔滨处于同一纬度的伦敦巴黎 冬季一月气温和武汉上海杭州东京都差不多啊 而哈尔滨呢 零下几十度 那说实话比莫斯科都冷 不过说到这儿啊 我想就又该有人要说了 那北欧呢 那人家都进北极圈了 那不比你冷 是不是 好 那咱说说北欧 这北欧的气候啊 从西向东 是从海洋性气候逐渐过渡到大陆性 表现呢 西部降水多 东部少 西部夏季不热 在东部也不太冷 这北欧啊 虽地处高纬度 但受西风和北大西洋暖流影响 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湿润 这北大西洋暖流呢 又被称为啊 北大西洋西风漂流 它是墨西哥湾暖流的延续 和大西洋北部势力最强的暖流 对西欧和北欧的气候啊 那是有明显的增湿作用 这每年呢 向西欧和北欧 每公里海岸线输送的 那可是相当于燃烧六千万吨煤 所释放的热量啊 并且一时延伸到北极圈 这北欧啊 比较典型的就是芬兰 它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啊 位于北极圈内 在最北部 冬季啊 约有四五十天呢 那是看不着太阳 夏季啊 五月底至七月底 昼夜 那是都能看着太阳 但是人家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平均气温呢 冬季呢 也就是零下十四度左右 和哈尔滨动辄留下二三十度 它能比吗 再一个 中国最冷的地方 它可不是在墨河啊 而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下面的根河市的金河镇呢 2009年12月31日凌晨 金河镇就测出了 零下58.3度的极端气温 而且这一气象记录 迄今为止都没有被打破 它那个地方也是属于林区啊 这个像我前一阵说的 这个大先灵采伐 就在那 根河是一个重要的林区 你想想 零下四五十度啊 在那种区域下进行这个 进行的采伐 可想当时的这个东北人多不容易 当然啊 我们东北也有不太冷的地方啊 那比如说这个大连呢 葫芦岛啊 锦州啊 等东北的一些沿海地区啊 那人那块也不冷 也是属于这个 呃 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啊 所以说人那块也是不是太冷的啊 好了 今天咱就说到这儿啊 关注我 我是烽火双道 我 我 我